大家好,今天是3月11日 葡萄牙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由昨天40多宗,現在是58宗 一日之間升了十多宗 所以現在情況是挺貧民 因為西班牙的中數都很上千 意大利已經將它升關了 我有些不同的消息給大家 例如律師跟我說 今天他們的移民局已經給了兩個人進去 我不會很驚訝如果政府的門會關門 銀行已經在關門了 他們都會暫停工作 所以不知道你們申請銀行戶口會搞得怎樣 我跟同事一起做 有個朋友跟我說 她的老朋友在超市工作 已經說明天會關門 給我一個提示 我早點快點去買些東西 我已經趕快去買廁紙、米、乾糧的東西 你說我準備多少呢? 我都不知道 是否應該準備整個月呢? 還是怎樣? 三年有多久呢? 都有一種恐慌的感覺 但是最值得的就是 普通人的警覺性不太高 我前天坐完火車 那些人真的 口罩都不戴了 我當然也有戴口罩 但是那些人 一些知識都沒有 有些人是這樣掩著衣服 掩著衣服是沒有用的 你明白嗎? 他們反而很害怕別人戴口罩 我之前試過有一個香港朋友 戴著口罩 他竟然說不想 那些的士司機不想他上車 這其實是一個很愚蠢的行為 他們真的對於這些東西 是沒有什麼知識 你看他的廣告上面 在遮蓋著 如果你剪刀的話 是這樣剪刀 這樣剪刀 這樣剪刀 他一點都沒有說過 應該怎樣剪刀 應該要戴口罩 什麼都沒有 就是洗手 什麼洗手呢? 其實真的要保護自己 戴口罩 我們都開始擔心了 我剛剛才問到學校 他說不會關門 但我覺得今晚 政府會說一些話 就突然間關門 就會關門 就會關門 所以 都挺可怕的 我當然知道 大家已經經歷過這件事 你們很有經驗 如果有什麼提示 請告訴我 真的買不到口罩 到處都買不到 誰可以告訴我 在葡萄牙買到口罩 就單寫給我 好 那就先說到這裡 謝謝收看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希望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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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